互联网正在经历一个全新的时刻 从互联网到互联网家再到万物互联 以及正在如火如初地演化着的互联网AXC化 不久前CheckGPT实现iPhone时刻 今天AI安卓时刻真的来了 扎克伯格要逆袭这机会你能错过吗 AXC的爆火也让设备供应商着实火的发子 到底如何布局AXC 点个订阅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为了进一步开启AI安卓时刻 报道称Meta正在研究 如何使其开源大语言模型可供商业使用 以允许开发者商用化赚钱 GPInformation周四报道 Meta CEO马克扎克伯格和他的副手们 希望其他公司可以自由使用 Meta正在开发的人工智能新软件 并能从中获利 对于那些越来越多的采用 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和企业来说 这个决定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LL Armand的商用版本 可能会刺激更多的使用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透露 Meta正在研究如何使其开源大语言模型 LLM的下一个版本可供商业使用 该技术可以为ChatGPT等聊天机器人提供支持 此举能会引发AI开发者的狂热 他们渴望找到替代竞争对手谷歌和 OpenAI销售的专有软件的产品 这也将间接有利于Meta自身的AI开发 今年2月 Meta发布了其开源大语言模型 LLM的第一个版本 即Meta AILL Armand 该模型能帮助研究人员低成本开发 专有AI软件的替代品 从而在AI领域掀起了轩然大波 LL Armand虽然只被授权用于研究用途 但却席卷了整个行业 研究人员用它开发了Vicuna等开源 LLM 据称其功能在某些指标上 已经接近专有版本 而专有AI软件已成为ChatGPT创建者 OpenAI的主要收入来源 Meta将从发布开源AI模型中获益 Meta CEO扎克伯格 在4月份与股票分析师的电话会议上表示 随着开发人员采用和改进这些模型 或修补其安全漏洞 Meta将能够把这些改进 整合到自己的消费和广告产品的AI模型中 不过 由于Meta选择在研究许可下发布 LL Armand 因此迄今为止 催生的开源大语言模型不能用于商业目的 这限制了它在商业应用中的推广和复制 LL Armand的商用版本可能会刺激该软件被更多的使用 尽管仍然存在许多障碍 这些障碍包括获得专用服务器的访问权 这些服务器一直供不应求 以及与典型的计算任务相比 运行此类服务器的成本很高 在波克的Lex Freedom中 扎克伯格提到了关于如何授权LL Armand第二版本的内部争论 他说 我们为第一个版本的LL Armand做了研究授权 我认为现在我们最需要考虑的是什么是正确的方式 开源AI赛道竞争越来越激烈 Meta已经在开源人工智能竞赛中面临竞争 阿联酋阿布扎比技术创新研究所最近发布了Facon 这是一套功能强大的新开源模型 已经开始受到开源AI开发者的青睐 此前报道称 如果OpenAI按照内部计划发布新的开源大语言模型 它可能会进一步撼动该行业 据称OpenAI已经讨论过将大语言模型用于商业用途 然而 这种模型不太可能像OpenAI最先进的专有大语言模型GPT4那样好 但在Meta考虑将下一个版本的LL Armand商业化的过程中 如果被发现使用受版权保护的材料训练该软件 该公司可能会面临潜在的法律诉讼 The Information援引之情的前员工透露 在发布第一版LL Armand之前 Meta一直在努力解决法律问题 当时公司法律 产品和隐私团队的员工广泛讨论了 如何将LL Armand授权给开发者 上个月 Meta首席AI科学家 Nian Lecombe被问及为什么Meta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发布LL Armand的商业版本 Lecom回复称 因为 1.我不是唯一参与此类决策的人 2.这涉及法律责任问题 他没有给出详细说明 周三有报道称 谷歌的研究人员正在试图避开好莱坞电影等受版权保护的材料 利用YouTube视频和其他资源来训练该公司的下一代专有大语言模型 此前 许多新闻出版商担心谷歌可能使用他们网站上的材料来训练专有大语言模型 该模型目前正在为谷歌的聊天机器人Bari提供支持 Meta的股票本周会迎来继续的大涨吗 未来潜能到底还有多大 我接下来用图形来解释一下 从半年线来看 目前的走势非常想2013年下半年的走势 都是经历一年半下跌后的暴涨 2013年 业绩大超预期导致股价一天涨20% 半年走完后 直接突破前面三根阴线最高价 可谓是气吞山河 随后股价一路飙升8年 进入最佳的牛市周期 一口气涨了近16倍 目前股价离这前期高点384 还有不小的差距 还差100美元 6月走完会达到的概率很低 所以看看下半年第一季度能到达吗 只有突破了前高 才能再次进入绝佳牛市 它在月线上的走势已经破历史记录 连涨第八个月 之前最多也就六个月 不过也是要提醒大家 一般到了八或九就是极限值 所以本月过后或下个月过后容易结束上涨 判断标准是收盘价或最高价不创新高 对于本次上升的目标价 我们可以参考2022年2月2号的开盘价325美元 如果能把这个缺口给补了就可能突破前高 基于股价在穿越2月3日缺口的过程中毫不费力的表现 股价突破325美元也不无可能 除了软件方面的发展如火如荼 在硬件支持方面也是热火朝天 生成是AI持续火爆 英伟达加单 光模块价格达到历史新高 下周英伟达的股价也会再刷新高吗 我们来用图形分析一下你就知道了 从周线图来看股价屡刷新高 本周又突破了前面两周新高 说明上涨势头已经无法阻挡了 从日线图走势图来看有点背离了 股价创了新高 而MACD倾注没有创新高 两条指标线也没有创新高 所以短期超买有回调需求 不过不用担心回调腹部不会太大 目前通信硬件领域的需求 仍旧保持低迷的事态 主要是终端消费趋势的不景气所导致的 当前的消费驱动力 主要来自AI市场带动的智能芯片 超级计算需求增长 但值得关注的是 这部分市场尚且不足以拉动 整个云计算行业的需求的显著增长 很多公司对投入和产出 尚且保持谨慎的态度 根据麦肯锡报告 生成式AI每年将为全球经济增加4.4万亿美元的价值 生成式AI可自动化 节省60%到70%的员工时间 来提高生产力 在2030年至2060年间 有近一半的工作将实现自动化水平 此外 生成式AI的影响主要集中在4个领域 越占75% 客户运营 营销和销售 软件工程和研发 生成式AI及其他科技的发展 或将使当前工作的60%到70%实现自动化 其中 银行业 高科技行业和生命科学等行业 所受的影响最大 建制非常确定是AI对超级计算服务器 人工智能芯片以及光模块需求的拉动是显著的 并且全年都将处于供不应求的趋势中 根据市场上的调研走访来看 目前英伟达在光模块的需求仍在快速增长 不断超出市场预估 今年光模块的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达到了近几年的高点 未来会不断在公司的毛利率中反映出来 但是 明年随着产能的释放越来越多 以精彩购量逐渐趋于稳定 价格可能会低于今年 二 大举降低模型使用成本 OpenAI降价95% OpenAI官网宣布更新更可调的API模型 函数调用功能Function Calling 更长的上下文和更低的价格 发布更高效 更低成本的版本 降价方面 不同版本降价幅度不同 OpenAI最先进 用户最多的嵌入模型 Text Embedding A.002 降价75% 用户最多的聊天模型 一种数据交换的文本格式对象 来调用这些函数 若将GPT功能与外部工具或API进行连接 这种方法更加可靠 从降价角度来看 Sam Altman兑现了承诺 并且远远超过市场预期 另外 由于OpenAI不断更新其模型 旧版本将不会永久存在 公司还宣布开始淘汰一些早期版本的这些模型 包括GPT3.5 Turbo 0301和GPT40314 将在9月13日之后停止使用 随着以OpenAI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相关企业 持续迭代核心产品并降低费率 有望产生类似4G时代 通信运营商降费的效应 在降低模型使用成本 扩大应用领域的同时 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领域 带来高确定性的增长空间 另外 OpenAI的生态也正在不断地扩张 插件数量的增长 让内容应用更加丰富 OpenAI开放插件后 其插件数量一直在迅速增加 最新的插件总数已经有430个 与5月13日刚开放时的74个相比 增长超过400% 其中112个为6月11日一天内新增 AI应用 微软股价创新高 市场对AI的预期还在膨胀 微软股价创历史新高 今年累计上涨了45% 市值增加了约806亿美元 成为继英伟达和苹果之后 第三家市值达到新高的大型科技公司 微软将其产品和服务套件 引入生成式人工智能功能 彻底改造整个产品阵容 微软是OpenAI的最大股东 微软的股价成为了市场 对AI估值预期的风向标 在本周日报中 见识多次点评了 微软在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 场景上对AI工具的引入 和未来计划 Windows 12 预计将全面结合AI功能 大概率将改变用户 对操作系统的长期使用习惯 AI功能集成到操作系统中 将极大的提高工作效率 微软此前还宣布 将在6月开始 在Windows 11中提供Copilot 让用户尽早使用AI工具 并为之后的操作系统 全面AI化进行过渡 Adobe业绩超预期 上调全年业绩预期 成为软件公司的风向标 Adobe Fire 3Q2收入和利润 均超预期 分析师上调全年指引 Adobe第二财机营收 48.2亿美元 分析师预期 47.7亿美元 预计全年营收 192.5亿 -193.5亿美元 公司原本预计 191亿到193亿美元 Adobe也不甘落后 加入AI修图大战 开创小白抠图AI工具 Generative Fuel 用户仅需要输入文字内容 就可以对图片进行创作 包括增加 删减 精修等操作 在之前的未来的AI修图 会颠覆了我们原本的认知 修图不再是微小修改 加入了AI技术后 修图已经可以全面升级为新图片生成 这会成为未来的趋势 此外 生成是人工智能功能软件 将刺激并且改变市场 对软件功能需求 Adobe目前是第一个 即将大规模商用AI修图的公司 未来这个领域 还会有很多效仿者出现 这背后最大的难点在于AI工具的开发 小公司很难有独立研发的能力 所以一定会拥抱文生图大模型企业 对模型进行微调 从而得到个性化需求 三 360智脑大会 有灵魂的数字人大 超市场预期 360智脑大会发布了最新4.0版本 目前已经具备多模态功能 包括文生图 图声图 图声文 视频理解和文生视频 360全家桶也积极全面接入360智脑 包括安全卫视 浏览器和桌面等场景 另外值得关注的就是 数字人对话功能非常有趣 并且可以定制自己的数字人 预计下个月会发布5.0插件版本 国内大模型的迭代速度非常快 特别是多模态竞争上 未来一定是重要领域 将图片 视频 语音等多场景结合 才能够让VR工具 发挥出更出色的效果 另外 数字人现在也是非常重要的领域 由于成本的大幅下降 定制自己的数字人也非常方便 这将极大的推动数字人应用的大范围应用落地 4.公募基金正式推出AI交易员 金融AI正在加速发展 继私募基金上线AI基金经理之后 公募基金近日也正式推出AI交易员 新政全球日前宣布 旗下AI交易员正式上线 成为首家将AI技术应用于资金交易领域的基金公司 新业基金也官宣 自研开发新小2AI债券交易机器人 新业基金也由此成为在外汇交易中心 IDEO平台首家上线智能询价机器人的公募基金公司 不仅新政全球基金 在AI交易领域 也有其他基金公司在积极开展相关的尝试和研发 包括万亿级公募巨头一方达基金 华夏基金等 此外 商业银行 资管也开始在进行 梅尔创新义务研发投入 比如新业银行 华泰证券等 比如大模型 可以应用于基金公司的投资研究 营销服务 日常办公 信息技术等领域 并产生很多非常直接的应用场景 AI技术在金融行业的应用场景主要包括 智能客服 智能文案助手 金融舆情分析 辅助代码编写 研报知识库检索 AI营销材料编写 画图 视频 AI加LowerPA等方面 5 奔驰将接入ChatGPT作为AI语音助手 梅赛德斯奔驰和微软共同宣布 计划将ChatGPT整合到车辆的语音控制系统中 奔驰表示 这项合作将通过微软的Edge OpenL服务 为车主带来聊天机器人ChatGPT的体验 ChatGPT最快的落地应用方向之一 就是作为AI语音助手 车辆语音控制是非常好的场景之一 应用效果可类比智能音箱 目前对于自动驾驶操控的影响 还比较有局限性 前沿技术 一 眼球追踪技术成为重要探索方向 眼球反射能够解锁3D世界 最近 来自马里兰大学的团队 提出一种全新的方法 通过利用包含眼睛反光的人像 来对摄像机没有拍到的场景 进行三维重建 因为人眼具有高度的反射性 所以从捕捉头部移动的一系列真钟 完全可以做到 仅使用眼睛的反射 就能重建和渲染人们正在观察的3D场景 这种全新的解锁眼中世界重建的方法 引入了红膜纹理分解 并且开发了一种角膜姿态优化的过程 克服了从人眼中提取特征的独特挑战 并且显著提高了场景重建的质量 未来 眼球追踪技术的优化和研发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包括苹果MR的Vision Pro 也开始探索眼球追踪技术的应用 通过监测瞳孔的方式 用来预测之后的行为 并且该技术已经被验证是有效的 未来更多的技术 可能会用于对人类行为特性的信息获取和场景重建 2.AMD发布AI芯片MI300X 仍无法挑战英伟达Q.B AMD宣布即将推出 迄今为止最先进的人工智能GPUMI300X芯片 并可以使用高达192GB的内存的 HBM3高带宽内存 来加速大型语言模型和生成式AI计算 AMD主要客户将在第三季度开始 使用MI300X 第四季度开始全面生产 另一种型号 Instinct MI300 现在正在向客户发售 除了AI芯片外 AMD还推出专为云计算 和超大规模用户设计的 全新Apple服务器处理器 代号为Bergamo 每个插槽最多包含128个内核 并针对各种容器化工作负载进行了优化 MI300X一定程度能够成为AI芯片市场 很受欢迎的产品 当下英伟达AI芯片供应 仍旧处于非常紧缺的状态 OPI等多家企业也纷纷想要申请购买更多的芯片 满足日渐增长的数据中心访问量 但是订单排期已经陆续延到年底 虽然MI300X还不足以完全替代GH200 但在内存容量方面已经比英伟达GH100更大 且在节能方面 MI300X表现比GH200更出色 但是对于价格方面 目前还没有定论 市场预估成本可能会高于GH100 另外 建制认为英伟达Q的GPU 在许多计算密集型任务中 比AMD GPU更快 包括GPU的设计和更高效的编译器 优化的可用性 AMD仍无法挑战英伟达Q的壁垒 AMD正在努力提高其MI300X GPU的性能 并为其平台提供更好的支持 但AMD是否能够缩小 与NVIDIA的差距还有待观察 1.Meta首席人工智能科学家Yan LeCang 人工智能拥有太多的局限性 Facebook母公司Meta首席人工智能科学家 Yan LeCang周四指出 ChatGPT背后的生成是人工智能技术已进入了死胡同 拥有太多的局限性 现在谈论他们的威胁还太早了 LeCang认为 这些系统充满了局限性 他们对现实世界没有任何理解 因为他们纯粹是由大量文本内容训练出来的 而人类的大部分知识与语言无关 因此 人工智能无法捕捉到这部分人类经验 LeCang补充说 人工智能系统现在可以通过美国律师资格考试 然而 人工智能不能装洗碗机 而一个十岁的孩子十分钟就能学会这个技能 Sogo创始人王小川发布大模型 性能超过ChatGLM6B Sogo创始人王小川创立的百川智能公司 宣布推出了70亿参数量的中英文域训练大模型 Bitch1-7B 据悉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已率先使用Bitch1-7B模型推进相关研究工作 目前Bitch1-7B大模型已在HuggingFace Github 以及ModelScope平台发布 Bitch1-7B不仅在Cevo LeDevo和GeoCao中文权威评测榜单上 以显著优势全面超过了ChatGLM6B等其他大模型 并且在MuMu英文权威评测榜单上 大幅领先LLM7B Bitch1-7B大模型在评测表现上非常不错 属于开源大模型 可以免费商用 包含推理代码 Int四量化实现 微调代码 以及于训练模型的权重 其中推理代码与Int四量化实现 则有助于开发者低成本的进行模型的部署和应用 于训练模型权重开源后 用户则可以直接使用与训练模型进行各种实验研究 看完了报道以及股票分析 你觉得ChatGPT会不会引爆互联网软硬件的新时代 Meta下周会暴涨吗 NVIDIA下周会继续上升吗 欢迎留言讨论 有钱一起赚 最后还是祝愿每一位订阅谷歌讲股的每股投资者 都能赚得盆满钵满